詠勒 詠勒 傑伯 詠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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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今天要給大家帶來的今天其實是非常的不同反向 就是說潛入微服務感白天 那到底為什麼 現在比較手動把這些全部都進上去 因為我們剛剛那個微服也一直搞不定 就是覺得像他Gast的Internet 好像沒有辦法決定會不會演資之類的事情 好 而且我今天也忘了解釋了 總之今天應該會是一個 非常不容易的演講 那已經是一個非常不容易的演講了 那我們也非常謝謝公司 可以讓我們用這麼好的場地 然後我剛剛用來放那個YouTube 然後覺得還可以這樣 那可能大家也會 我也不用練 可以考慮介紹來看看 那我們現在就正式開始 然後我們已經有錄影了 然後WebEx還有Audio也Ready了 然後台北東應該也可以提到 那我們現在就請佩妮 我們在已經可以演講接下來 前面那有關一點點嗎 如果有辦法的話 不想說不想說 只是因為地點是比較暗的 好 那 那不知道希望大家等那麼久 現在在場次我同學們大家好 好朋友 因為那公共機會很常習慣 會遇留一個說好的時間 沒關係 我知道大家今天上一回班 應該也都蠻累的 就我其實也是 然後在台子很高興 今天有機會可以來 這也是一個 我完全沒有想到 我有一輩子就要 會踏入金巴克的一天 那我先說明一下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題 叫做 感覺上有點驚悚 你就誠日會補200天 很像某種暢銷書排行榜上 會出現那種出賣自己的 雇主的那種書 那為什麼會講到這個主題 我還是稍微說一下 我的名叫我佩琪 大家可以知道我佩琪 那我身分是 我原本在民間工作 在今年三月的時候 因緣機會之下 進入到政府服務 所以目前大概是剛好滿了 大約六七個月 所以換算下來大概是200天 那所以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 大致上是 我進入衛福部社200天裡面 對於政府機關的一些小小的觀察 那總體來講 我不知道今天大家來之前 看到的宣傳上是怎麼寫 但我有務必拜託 就是你們的同事們 一定要幫我講一下 其實我今天 雖然今天是開放資料社的 相關的活動 但是我今天大概會圍繞著 總共有三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是 為什麼政府而發言 常常讓人看不下 因為這是我自己進來之前 我也非常非常想問的 以及第二塊還是要回歸到 畢竟這也是開放資料社團嘛 那為什麼政府開放出來的資料 大多品質是不好的呢 好 以上的這兩個問題 其實它分別代表 其實上者 第一個它基本上跟政策溝通比較相關 那後者大概就是跟開放資料比較有關 但我必須要先說明的是 今天的這兩個話的比例 非常非常的不平均 但是比例大概這樣子 因為我自己在部內的工作 主要其實是跟網路政策溝通相關 所以我大概會花八到九十的時間 講這個part 那剩下的時間 再回頭來講開放資料 如果你覺得 這個比例跟你心中原本預期的 完全不同的話 隨時要離開 我今天都不會指掌大家 因為我知道大家上班 真的那麼辛苦 好 講完了前面兩個part之後 這兩個部分 我分別都還是會帶到最後一個問題 就是假如你是一個還沒有放棄 讓政府接受治療的公文的話 到底用哪些方式是具體 可以回饋到政策溝通也好 或開放資料也好 是對政府是有一些幫助的 畢竟它是我們的政府 不然它做的多爛 好 所以整體下來 大概讓大家了解 今天會講的大概是這三個part 自我介紹一下 剛才講說我是Peggy嘛 那我原本在民間原本有架了一個網站 叫做公共人生贏戰士服務網 那整體來說 它是把我想得到的 跟生病的相關的資訊跟內容 放在同一個網站上面 分享給其他的病友 那這是一個公民的網站 所以我在進政府之前 基本上是在做這件事情 那今年有機會進到衛服部工作 是因為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聽說過 就在今年1月的時候 政府的內閣們上了一個網路課 什麼找了仔粉橋啊 TonyQ啊 去幫內閣部長們上課 那我其實剛好也是其中小小的議員 那也是因為在內閣分享完之後 我現在的老闆 就是我們衛服部的部長 他就找我去聊一聊說 反正我維持了一年任期 因為大家都知道 明年一定會換總統嘛 所以就內閣也一定會換 結果他這一點時間 結果他隨便就找個小朋友進來玩一玩吧 大概是這樣子的概念 所以我進到衛服部的200天 其實我已經把我的任期過完一半了 那我接下來大概就是到明年的520之後 就會離開 所以整體的背景大概是這個樣子 好如果用一個簡單簡單 是因為我從民間不小心 就趴到政府面去 如果用一個簡單的例子來講 這兩者的差別 我覺得最簡單的方式 大概還是從Facebook看起 我在寫命中人生的時候 因為它是一個非常公益性 這樣良善的網站 那我也跟Facebook 那很多的一些朋友們 常常在上面跟我做一些互動 那每天每天 就是當我上班以前可能很累了 然後我回家看到這些臉書的時候 大部分你們大概都講這樣 非常敬佩佩根站長 為社會做的 做的 你們應該做一些公益網站這樣 然後什麼 第一次逛到這裡來 就被你的真存用心認真負責所感 都是選舉嗎 然後什麼好女孩加油 大概每天看的東西都是這樣 好 但是當我不小心 跑到政府單位去之後 等一下一樣會說明 在音樂機會之下 幫衛福庫開了 他們的粉絲團企援 那一樣在這個粉絲團裡面 會有很多很多人會留言給我們 那每天我看的東西是什麼 大概像這樣 好這寫的是 憑什麼大堂流不乏了 衛福庫你們是瘋了嗎 唉呦 無腦有兩個字 然後再來這個 這三個字三次七 我就不念了 他說誰准你們不乏的 你們為何不死亦死 對台灣人民謝罪 大家有發現嗎 那個你們為何不死亦死 你們也不含我 大家可以理解那種 我從天堂突然之間 掉到地獄的感覺 所以我進來之後啊 其實我誠實的說 我一直很想要解答一個問題 就是我誠實的說 我覺得我九成五以下的同事 我覺得他們其實都超認真做事的 其實大家可以回想一下 我告訴我 我的經驗跟大家也不一樣 在我畢業那一年 大概有超過接近 應該有接近一半 有拿過書卷獎的同學們 現在通通都在 都已經高考同過 現在在當中學院 所以我自己的經驗是 以前大學最優秀的一群同學 都進到政府部門去了 那同時另外一個比對我現在的經驗是 我自認為還算是一個認真的人 但是不管我幾點下班 永遠都會有餘晚 這會很不大樓啦 然後像這個是今年某一天拍 你就會發現 我已經11點快12點才走 仍然上面有燈下面有燈 大概算起來有四間辦公室 就還有人的 那我不知道大家平常上班時間 但我自己覺得 跟我原本想像中的公園 其實是不太一樣的 所以我自己覺得認真做事 這四個字 基本上應該是不需要自己 至少我會不會 我不知道其他部會 但為什麼在認真做事的時候 卻又常常被人民麻煩 我覺得這其中一定有某種 神奇的力量在做 所以中間的落差到底是什麼 這其實是我很想知道的 所以這也是等一下會講到 今天主要一塊講政策溝通 想要解答的問題 後面的部分再到開放資料 好問題要解答這兩個問題 我想我就不直接講 不講一些什麼分析啊 我就直接來看案例好了 進到溝通之後 我目前為止手上經歷過一些專案 但其中兩次比較大的專案 我大概跟大家分享一下經驗 大致上應該可以解答這個 神奇的問題 好第一個案例 第一個案例叫做依舊法 好既然我們要講案例 總需要有點偵探的Feel 就是來講一下案件的起源 這個案件怎麼回事呢 好依舊法是這樣子的 我不想講太多太深號的東西 因為跟各位有什麼關係 但大致上可以講一下 大家都多少都聽過醫療公開 大家應該有醫師的朋友們 然後很多時候就有很多醫療糾紛 所以依舊法它是一個 還沒有成為正式法律的草案 那它的目的呢 是它希望可以把原本的這些醫生跟病人 動不動就上法裡面 用訴訟的方式 它希望開拓另外一條路 叫非送不是訴訟的方式 例如什麼多加強關懷啊 有些補償機制啊等等等 希望透過這一塊 來減低原本訴訟 禪送多年的時間跟金錢的成本 好所以整體來講 醫舟法的概念是希望可以 把非送的解決醫療糾紛的方式 把它制度化 這是這部法原始的初衷 好但就在這部法 它其實在去年度的時候 它就差一年要進入到二毒 它進入立法院就要一毒二毒三毒啊 那它基本上去年就先出審 一毒通過了 那今年度大概四月的時候 開始想要推動進到二毒的階段 但是就在要進入二毒的這個 今年四月的時候 網路上就出審了這個東西 好那個背景可能比較暗一點喔 就是堅決反對 未服務版本依舊法草案 然後這是一個廢除的活動 而且一看就會發現 天啊 通常就有4.3萬人按出席 而且我一看就覺得苗頭不對 因為我認識了好朋友 醫師朋友 醫學士學生 通通都按著參加 所以為什麼一個 感覺上好像利益良善的法 居然會碰到這麼大的問題 這個我們等一下後面會討論 但無論如何可以跟大家說明的是 因為網路上 這個活動主要是一個跟醫生相關的團體 叫一勞盟所發起的 因為一勞盟發起的這個網路活動 讓我們自己衛福部內的長官 這個長官是直接從部長跟市長 就是我們家最大的大老闆跟二老闆 意識到網路上的聲音已經大到 讓他們在立法院想要推動法案的時候 已經造成困擾 已經發現原本是支持的立委 已經開始變得比較中立 或是有很多他的想要 他們會一直傳LINE訊息跟他說 你們到底在做什麼 因為這樣的一個力量大到 讓上面已經感受到了 所以當時我們就成立了一個專案小組 這個專案小組是希望 既然網路上有直接反對的聲浪 是不是可以透過一些網路的溝通的方式 想辦法來解決這個問題 所以當時就成立了一個專案 這個專案小組大概從四月底到五月 大概每天持續一兩天 幾乎都會開會 這個專案的組成我必須要說明一下 他大概是這樣組成的 兩個次長一個主任秘書法規會參議 司司司長一公關是主任號 大家看應該沒有感覺 所以我幫他做一下翻譯舉例 我所謂的次長呢 大致上就相當於副總的地位 所謂的主任秘書呢 其實就是理院長 就所有信息都要過他 再來才會上次長的部長 那法規會參議 你就把他想成是一個法務長 就是我們部裡面法規全部都要聽他的 那依司司司長是只要跟醫室相關 醫院相關 他是最高的 最關最高的主管 所以他是協定 不是護理經理 他是比他們更大的那個協定 那最後公關系主任就把他想成是一個發言人一樣 好所以你會發現 還不知道我們到底做了什麼啦 但是一個因為網路上面 那時候主的問題幾乎沒有怎麼報 因為網路的反彈聲浪 所組成相應對政府應對的小組 其實那個層級是拉到蠻高的 好所以在這些長官們的帶領之下 那我剛好位在裡面 然後就開始做了一些嘗試 那會說明整個嘗試的過程講 政策功能不能只做網路啦 因為畢竟有立委溝通啊一堆 所以實體的溝通路線還是會去走 那我這邊可能專門負責網路的部分 那等一下我會說明的 也是針對網路的部分來說明 好那在開始繼續下去之前 要跟大家說明到底 我們做了哪些專案上面的嘗試之前 我想先拉出來講你的概念 我可以先確認一下今天在場 真的是開放資料的社團 可以舉個手嗎 那有聽過唐鳳的演講 可以再舉個手嗎 好那很好 我就可以稍微 最少在場幾位知道 在講我們做了什麼時候 之前我要先cue一個人出來 這個人是唐鳳 一樣是開放資料界的社群的前輩 之前也來社團演講過 那大致上是這樣子 他曾經在一段演講裡面 有特別介紹過 當民眾 我講是民眾 我們一般人 要進入到公民諮詢的場域 要開始跟大家討論政策 他會看到三堵牆 這三堵牆 唐鳳翻的還蠻好笑的 他把它翻成無知之牆 百物之牆 跟諮詢爆炸之牆 概念是這樣 快就把它唸過了 他大概就說 因為一個法案實質 他有很多背景知識 所以一開始你會發生背景不足 所以無知之牆碰到了 接下來就算你大概有些了解 但進入到實際討論的場域 如果你不習慣 或你不知道PTT的版規啦 Facebook上面的一些習慣用語 那你可能會發現在 跟人家互動的時候 會沒有那麼順利 所以這叫做所謂的白目之牆 就是討論素養的部分 最後再進到最後一道牆 叫資訊爆炸之牆 是我們常常修一個法規 但他其實可能背後面有十個子法會影響到 可能同時有其他相關的命令 同時需要做修正 所以修一個法 他背後的資訊量可能是很大的 好所以這個是唐鳳介紹的一個 國際商品在討論公民諮詢這件事情 當民眾 民眾都要進場的時候 他碰到這三個牆 好現在回到我現在這邊是政府單位嘛 我發現呢 當政府單位要踏入到這種公眾諮詢領域的時候 我們也會碰到一些牆 而且我硬生生覺得是比民眾更多幾度 所以我就設定了五堵牆 那這五堵牆都是我自己的命名的 但大概給大家看一下 我用的這五堵牆啊 分別叫做說不清楚之牆 跟歷史洪流之牆 第三個叫 第三第四連的看感有點反骨 一個叫 沒人敵我之牆 一個太多人敵我之牆 等一下會說明三四星期看的 最後第五個叫做 太晚溝通之牆 這等一下要跟大家說明的 我們每一個抓的嘗試 基本上就是按照這一個一個慢路來 為大家說明到底這五堵牆 分別指的是什麼 跟我們這次在做溝通的時候 嘗試用什麼樣的方法來解決 好那就進入今天的第一道牆 叫做說不清楚之牆 好說不清楚之牆是什麼呢 回到我們這次講說 一周法這個法案好了 到底為什麼一個好好的法案 感覺利益初衷良好 結果卻被大家罵得那麼慘 我自己來看啊 整個議題裡面大概分成兩個層次 一個叫價值判斷 一個叫事實認定 好先講事實認定好了 事實認定例如像是 當時很多人在罵的時候 就說堅決反對衛福部版本一周法 他們反對是衛福部的版本 但實際的狀況是 如果大家還記得 原本這個法案其實在前一年度 在前一年它出城就通過 而且那時候其實有經過 兩次所謂的政黨協商 政黨協商完之後 其實就會產生一個新的 法案草案的版本 而這個草案的版本 當初是有隨著我們的新聞稿 公開出去的 但是很多現在這個時間點 還在罵我們的人 其實他手上拿的是 當初出行政院 剛送到立法院那個版本 所以又發現他拿錯版本了 所以他罵的點 有些其實我們早就已經改掉了 所以對我來說 所謂的事實認定 比較像是我明確可以知道 這是對的 這是錯的 這種是屬於 的確可以需要透過澄清來解決的 好 但比較複雜的是 關於價值判斷這一段 價值判斷我自己在看啊 當你把所有整個一周法 真的是有是非對錯 對錯大家誤會的部分拿掉之後 最後的爭議其實是在 那價值判斷是不一樣的 整體來講 在反對一周法的時候 大家最夠分的一個點是 這部法是個惡法 因為大家認為 這個法沒有辦法達到他的立法初衷 原本立法初衷什麼 增加揮送方式 然後結果那個 大家去打訴訟都減少嗎 減少送雷 但很多的反對 尤其是他們主要是現任的醫師 他們會判斷認為 如果有新增了一個 非送的方式 其中有個方式叫補償 補償的概念是 他不是用大家打訴訟 打個十幾年 二十年 所以他是用一個比較簡單的 類似醫療的鑑定的方式 初步判定可能有沒有異果關係 一有異果關係 我就透過一個所謂的 政府的一個醫療的基金 這個基金直接就一次就補 可能兩百萬給這個民眾 來確保大家 馬上把這個事件 用小的錢close掉 不要讓一個醫師動輒 他們可能醫療糾紛 最後賠錢上千萬 好 但是問題來了 現任醫師就認為 你這個補償制度 一定會超多人都來使用 明明我根本平常 不會想到有醫療糾紛的 但因為你竟然真的 多開了這個門給我嘛 那我就趕快來申請一下 我不知道能不能先行到 我就試試看 所以有可能最後反而 醫療糾紛數中 雖然減少了 但反而造成一堆人都來申請 那個原本看似金額比較小的 補償飛送的制度 反而會讓整體這個醫療環境 他花的成本金錢上面 可能反而是更多的 所以整體來講 這個我覺得真的是 跟價值換表有關啦 就是你對於目前台灣人的病人 是不是都有這樣子的文化 有點太小便宜啦 或是寧可試試看看能不能申請到錢 這個可能是在這個判斷上面 政府方跟現在的醫師是有所不同的 那至於我先不講我自己個人 怎麼看待這個案子啦 畢竟是進來是要強勢看看溝通的 但這個問題就留給大家 可以稍微做思考 好所以拉回來 第一道牆到底什麼 第一道牆剛才講說是 說不清楚之牆 其實這整個事件啊 反對方在網路上面 他們其實是有明確的 他們有明確的訴求 有五個訴求大家可以看到 這是那個4.3萬人出席的活動 他們其實是有列書這五個說 衛服務版本應做法 從來的陷阱如下 他們有五點 認為這五點是這個法不好的地方 那你說衛服務都沒有成親嗎 有 我們一向都有成親 但我們的成親稿 通通都長這個樣子 我不知道大家頻道後面去看 政府大約的網站 我的網站大概就是這麼重 然後寫出來情報稿 大概就像這個樣子 那有法很神秘的是 這篇文章因為 那時候我大概知道那個背景 所以它是要回應 剛剛那五點的 但很神秘的是 那五點回到這裡 不知道為什麼 勉強看得出來 一二三就變四點了 你不知道那個點對點的關係在哪裡 而且它是一種大塊文章式的寫法 其實是很難閱讀的 好所以這一次針對一種明明就有回應 但老實說真的是 把話說得不太清楚的這件事情 在我們這一次的專案裡面 我們就先做一件事情 就是我們把整篇成親稿 重新改寫 好 開始的過後 我必須要說 就衛服務官網的後台真的很難用 所以它長得還是不太好看 但整天來講 我們第一件做的事情 就還是先跟大家講說 請大家先去外院求生好掃案版本 你真的拿對版本了 然後接下來我們再來溝通 確認完這件事情後 整個成親稿大概長這個樣子 所以這個電腦有點慢 所以不要卡 好不過快速的跟它晃過去 有巴掌的感覺 但大家可以發現的是 這整個成親稿大概做了兩個改變 最大的改變 就是我們把成親一二三四五列出來 然後同時也把伊朗蒙它實際上面的指揮列出來 等於就是我們把質疑跟回應的點對點的關係 拉出來 因為以往其實我誠實的說啦 政府很習慣 這個對我們回憶我就不要回好了 就會有時候會有這種心態 這種五點就變四點了 但實際上你就算不回應 你或是你不接受 一定都是有後面的政策理由 所以這次嘗試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 直接顯明到底對方他的質疑是什麼 以及我們的整體回應 這是第一點 再來第二點 這個 其實這整段話在原本那個版本 大塊文章式的版本裡面也有 他裡面寫的大概是這樣 這個數據是這樣的 在做依舊法之前 其實前面他們先做了一個示範一句話 就說啊這個先從那個生育事故開始試看好了 然後就發現生育事故真的因為 辦了這個東西之後訴訟的減少啊等等 他在做這個數據的比較 但原本他的在大塊文章式的寫法 他有一句話代表說 生育事故帶來的訴訟減少幾乘幾乘這樣 幾乘就這樣一個數字過去 但其實那個幾乘 他對應到後面其實 他是有相關的數據的 包含像是到底有多少的 原本是從鑑定案數是多少 那你原本那個分母 全年出生的數字多少 他其實都是有背後的數字 那原本的一句話寫出來 完全不知道這是哪來的數字 是不是造假的 所以這次做的事情是把原本的那個數字 拉出來他的原始的Role Data 以及 不知道看看清楚 其實每一個數據他可以對應到 背後面可能是我們統計數原本的某個資料集 把那個超點擊的做出來 讓大家去驗證那個數字 變成是可行的 好所以這是第一道牆啊 就關於這個說不清楚的牆 應該算跌跌撞撞的還是有把這道牆給翻過去 但是因為是很跌跌撞撞的 所以中間呢 就會有一些有點 那採很多機的狀況 就這是一個我 接下來就是我的自白啊 五個訴求裡面 我們回憶這五個嘛 第二個訴求 你也有大家聽一下 他說 所有醫療人員沒錯也要負擔30%以上的補償金 好 他是這樣問 他說啊你為什麼沒有錯還要付錢呢 他問的是這樣子嗎 那我們整篇回憶稿裡面 你知道大家我們回的重點是什麼 我們回的是說 不不不 我們不是30%以上 我們是就是30% 好 然後後來馬上 今天第一次笑聲好像感動 好 就是 當時是TonyQ丟我吧 他說你回錯重點了吧 然後我就看很久說有嗎 然後我看了很久很久之後 才辦哪一錯 因為我讀錯了 我從頭代我讀的是什麼呢 我念一次給你 我讀的是 所有醫療人員 沒錯喔 他們也要負擔 30%以上 可以理解嗎 哇沒錯 當時是一個像一柱子之類的東西 好 畢竟說 也畢竟可能我跟原本的專業 還是有一點距離 但是這份當時寫出去的神經稿 經過了主力 經過了司長 營運長 那個法務長通通看過 都沒有人發現 所以也是因為這個 很慘痛的經驗 所以後來我覺得好事啊 趕快跌一跤 再後來我們自己部內 這種交通案件 我們有另一個規定 所有東西在出去之前 一定要至少經過兩個人看過 而這兩個人不能是我們自己 負責這個專案的人 一定要是部內 但他可能是完全不同專業 派技處啊 什麼的 掃地阿嬤都好 但他是要是一個 原本不了解這個議題的人 他來看 反而就要可以看到盲點 第二個人 是他跟這個議題本來就有了解 但他是部外的人 我們可信任的 可以幫忙教導的 所以後來我們的議題 大概都會至少經過這兩道關卡 才可以出去 要不然這次真的是太糗了 好總之這是第一道牆 關於說不清楚之牆 跨過說不清楚之牆 馬上面臨到第二道牆 叫做歷史洪流之牆 歷史洪流之牆是什麼呢 我大概說明一下 概念是這樣子的 當時做完一篇誠信考試後 我們又得到了更多更多的回應 跟更多更多的質疑 那很大一部分的質疑其實是在問你說 你會服務黑箱 你會服務改下台 怎麼突然在這個時間點想要推這個一九把 就是怎麼這麼是黑箱一九嗎 大概像這樣子的概念 但實際上 我們的業務堂圓 接到這樣的時間的時候 老實說我看他們是有點委屈啦 因為如果大家還記得的話 在去年的年度 其實初成就通過了 那再往前面其實 該有的什麼研究案啊 然後在行政院討論啊 公平會 其實前面都辦過很多 所以顯然目前有很大一區塊的人 根本不知道在今年四月以前 其實政府是有一些 有做過一些事的 雖然做得不見得好嘛 但至少是有做事的 好面對這個歷史洪流 大家不清楚誰想 不是只能用一篇新聞稿 就直接解決的 所以在這次的事件裡面呢 我們就使用了一個社群的工序 那比較不好意思 因為今天 因為電腦的一些小小的問題 所以我直接就開螢幕給大家看 好這個東西呢 我們這次是跟社群偷選了一個東西 叫Hive Folder 我可以確認一下 再想看過Hive Folder舉手嗎 oh yeah 好可以講 所謂Hive Folder是這樣子的 這其實是一個網路的頁面 你可以把它想像成 其實就是一個網路的資料 你可以把它想像成就是一個網路的資料夾 左邊一個一個展開 就是不同的資料夾項目 那你可以看到的是在這裡面 我們其實就把到底有哪些人在反對 依舊法他們的主要論述審論 以及把衛服務針對上述的論述放上來 但更重要的是在下面 大家可以看到在會議紀錄這個部分裡面呢 我們其實就把在審依舊法過去至今 Hive Folder它的特色是左邊 你不管放到什麼頁面 他都可以簽進來 那我這邊放的 這其實是一個影片檔案 那這其實是立法院的網站 那裡面就是這個影片 就是在審依舊法當時在出審通過的時候 裡面的立法院的影像 那再往前追 包含一路到最前面的公聽會的書面報告啊 但是最遠大概可以追到101年 相關就有一些公開資訊出來 好所以這是第一個是官員會記錄 那同時對照的新聞稿 除了在今年度有發出新聞稿之外 一樣最前面最前面去追 可以追到其實在101年的12月 那個時候在宋利法院的時候 就有做過一次新聞稿了 所以一樣的大家可以看到不同 不管是什麼樣的界面 他都可以直接簽進來 那這整個界面是不需要寫程式的 好所以這次算是跟民間社群區法啦 所以架設了一個Handfolder 來解決大家不了解 在今年4月以前到底我們做了什麼事情 那把這些資料全部集中在同一個地方 讓有需要的人可以來了解 好 所以這個是關於歷史洪流之牆 也是勉勉強強的把它翻過去了 再接下來 好 再接下來就很心酸啦 叫做那個 等一下 叫做 沒人離我之牆 沒人離我之牆是什麼呢 好 我們現在寫了新的成績稿 我覺得至少理人都好 我們架了一個Handfolder 來跟社群區了一陣子 我們把這兩樣東西 放在我們自己的官網上面 但我們馬上發現一件事情就是 我根本沒有人 會到為了無故的官網來看文章 好 直接給大家看一下數據 數據長得是這樣子的 這種網站的後台的GAA數據 那大家可以看到 我是調當依舊法那個月份的時候的數字 你可以看到大概只有第一名到第八名的新聞稿 的瀏覽數是一千人次以上 在後面都是一千人次以上 好 我不知道大家對於一篇新聞稿 大概都只有一兩千人看有沒有概念 我直接跟大家出來 我偷問了一下台北市政府資訊局的機要 然後他們台北市政府的網站的 平均的瀏覽料是三萬人 好吧 客廳就無敵吧 好 但無論如何你會發現 這其實現在很可怕的事情 其實根本真的沒有什麼來的 我們這邊看東西 更慘的是我就會想 那到底我們家 我們衛福到底 一個月會發多少篇新聞稿啊 就會發現我們其實很愛發 但其實根本沒人看 一個月大概至少會發一百篇的新聞稿 你可以想像嗎 一個月花了那麼多的時間 然後寫一百篇一百篇新聞稿 我的想法是這樣 誠實的說啦 目前我覺得內容的戰場 絕對絕對不是在官方網站 一定是在官方網站的某篇文章 被轉到了社群網路上上Facebook 然後透過分享再想辦法擴散出去 所以怎麼把內容從網站帶到社群網路 這是要什麼 這才是真正需要思考 但很不幸的是 為什麼會被你有自己的粉絲團在當時 好 所以那時候怎麼辦呢 總是想說為了這個成立粉絲團 也是後面又很麻煩啊 回應啊什麼的 所以當時我自己心中原本想像的 原本打的算盤是這樣的 好 我不用自己成立粉絲團 但只要有任何一個新媒體 他願意轉入我們的文章 到他們家的粉絲團上 我就可以用衛福部的人 想辦法再把這篇文章在社群上扣散出去 好 所以當時我原本打的算盤 那時候我還算朋友 還算有一些是在新媒體 所以我就找了 今天應該沒有多影片 我還是會講一下 就是我找了關鍵XX網的某個編輯 然後找了公益XX網的某個編輯 就問他們說 可以幫我們這個忙 就登這篇文章 在美觀好上上轉到Facebook這樣子 那我朋友其實很聽我啊 他說好啊好啊好啊 然後但是我只能說 這個好了後面後來就發現 當人進入公部門之後 有些是被改變的 我朋友很快速地待遇我之後 剛剛當他請示了他的主編 那主編就回他說 政府的資源其實很多啊 為什麼還要來 因為當然那個是說 有情報往轉 然後他說沒有必 就是政府的資源是多的 所以他們覺得這件事情 不應該來幫我們做 我心裡想的是對的 我自己在看其實政府的 不知道什麼私居經費啊 那幾乎都是灑下來在用 但我必須要誠實地說 在網路上面的資源跟經驗 政府的能力應該趨近以臨啦 我必須誠實地說是這樣子 好但無論如何 我就可以理解 就是新媒體主編的想法 所以有點悲慘的是 怎麼辦呢怎麼辦呢 就網路 就放在自己的官網上 但根本就沒有人在看 所以抱持著一種壯士 就斷了滿的心情決定 好吧 那就自己來成立粉絲團吧 所以算有點愚蠢 但是會不過粉絲團 完完全全是因為 為了這樣的事件 為了依舊法這樣的事件 但因為部內版就要討論啊 可能需要一個社群的網路 所以當時就真的 成立了這個粉絲團 開始把我們的澄清稿啊 然後我們的Healthboard啊 放在消息塊裡做傳播 那你就成效如何呢 我覺得還算是有嘛 就是放上來之後 大概就是我們第一篇文章的 數學人數大概就是有到三萬 雖然就只是數學人數 但無論如何跟原本 可能不到一千人看 至少應該算是 有一個詞句上面的跳聲 好 所以這是關於原本的 沒眼靈火之強 好 算是壯士斷玩的粉絲團 給他成立下去 給他跳過去 但是馬上很慘烈的是 是只有預期啦 當你成立粉絲團之後 就會發現太多人靈火了 成立粉絲團之後呢 就發現我面對的是 像是這樣子一個情況 因為大家還記得有4.3萬 網路上就在飛上 就有4.3萬人按了 反對這個活動嘛 那你現在這個粉絲團成立 專門都在講這件事情 所以那個留言的量 來給大家看一下 在第一天成立的時候 就有三百多的留言 裡面有的是我們自己回的啦 那後面的那個數據 大概每一個高峰 就是當我們有相應對的內容出來的時候 就會那個配件又再起來 所以大概只要有東西出來 大概就是幾十篇 至少好幾十篇 接近百片的留言出現 好所以馬上我們就面臨到一個問題 面對的海量的留言 我們又該怎麼辦呢 好那跟大家說一下 在這一次的經驗裡面 我們嘗試做了一個方式 就是叫做所謂的兩階段式回應法 來想辦法來面對這 源源不絕的憤怒的民眾們 好大概說一下 這次呢 我們發明了所謂的兩階段式回應法 是這樣子的 你說完全那麼多的留言鏡啊 你不回 你雖然你人力不夠 但你不回怎麼可能 那個只是會讓民眾更憤怒而已 所以我們在這次的開Forder 大家可以看到的零四 我們其實有放一個區域 叫所謂的網友提問區 好這個網友提問區 好讓我看一下 這個網友提問區 因為現在這個介面可能比較小 我直接把它放大 直接給大家看這個頁面 這個架構又是再次 我們又是再跟唐鳳啊等等 社群大大的學 我們使用了一個網路平台 叫Hackpad Hackpad是什麼呢 如果大家曾經用過 任何Google文件 那大概就是那個樣子 它就是一個線上共筆的文件 好那我們用Hackpad來做什麼呢 好畢竟我們要出於留言嘛 我們這次做的事情 是我們把每一則網友的留言 通通都把它貼到我們的Hackpad上 好為什麼要做這件事情 感覺有點用功 為什麼呢 狀況是這樣的 Facebook 我們會不斷地出新的文章 那每一天的貼文 下面都是一堆一堆一堆的留言 我們不可能逐則的去回它 而且它又散布在不同的地方 所以有了Hackpad之後的一個好處 全部貼過來是讓我們把所有的留言 集中在同一份文件上 原本分散在各篇貼文的集中起來 集中起來之後就有一個非常大的優點 叫說它可以做分類 好舉例來說 這邊大概是來自二十幾篇貼文吧 然後往下看 你就會發現每這樣子一則 就是一個網友的留言 後面就是留言 前面就是網友的名字 那點進去這是它原始留言的地方 超點的 因為原本是分散的 你就會發現 雖然感覺上這些留言很多 但你會發現這十幾二十字 其實都在問的是同一件事情 叫做第七條的醫療常規 他們都是對這件事情是有疑義的 好做分類之後 有一個非常大的優點 是我原本可能我需要逐則回 但經過分類 所以我就可以變成逐類別來做回應 所以瞬間在把所有的人做完分類之後 我們真的要去做回應的內容 大約就剩下原本的十分之一到二十分之一 大概是先用這樣的方法來做回應 好 所以可以給大家看一下 按類別回應之後呢 像這個就是其中 開一下這個模式 好 這是其中一個例子 這是回應網友的時候 我們第二篇回應 那裡面就按照類別 當時也十幾個網友 是在問這個問題 那很多人搞不清楚賠償的概念 跟補償的概念 我們就一次寫一篇來回應所有的網友 那同時大家也可以看到 只要我們回完之後 在後面我們就會寫 我們針對這個大家的疑問 我們是不是已經在Facebook貼文 貼在幾月記號 一樣抽點就可以過去 這大概是我們這次 面對海量的網友留言的時候 我們的一個書裡做法 好 但如果大家還記得 剛剛在講的時候說 這是所謂的兩階段式回應法 哪來的兩階段呢 給大家猜一下 身為公務機關的效率 大家可以猜一下 像這樣一片東西出來 他要經過那個 副理 鞋底 然後經過CEO 經過法規會的參議 主任秘書 市長看完 需要多種 一片東西出來 這是一個緊急事件 好大家直接講 就大概至少三天五天跑不掉了 已經是最緊急的狀態之下 一路往上線至少要三天五天 大部分是需要超過一個禮拜的 但是這個議題是當時在立法院消 網友有可能 真的等你一個禮拜 兩個禮拜來回應嗎 我覺得顯然是不可能的 所以當時我們就又再度採取一個 壯士斷碗的做法是 兩階段式回應的意思是 只要有任何人留言 這時候就會有個小编 先咚咚咚趕快跑出來 跟你說感謝您的留言 那我把你的留言已經分類到 我們的這個HIPPAD上面 我分到哪一個類別 那如果你覺得有問題的話 你可以來上面看看跟改類別等等 好所以你會發現每一篇下面 都會有個小编留言 所以你可以想像成這樣吧 只要有人留言 小編的第一層 就趕快以肉身之虛叫出來 先跟大家說OK 我們有看到了 我們有再進行回覆 那當他順著小編貼在HIPPAD的連結 上去那個HIPPAD看 就發現喔好 好像是的確有在回應 雖然速度有點慢 但至少逐類別的 是有在做回應 所以小編擋在前面 讓後面的業務單位 可以爭取更多的時間 來進行原本單位內的宣核 那我也說明一下 小編就是我嘛 因為我其實不是業務單位人 我是不可能來負責寫這些內容的 那這些圖也好 然後這些文字也好 都是所謂的業務單位 就是真正的醫師師 在負責這個政策的單位 在做來進行著作 那最後也跟大家說一下 這個兩階段是回應法 我感覺很濫情啦 但我其實誠實的說 我對這份文件算是蠻有感情的 因為醫中法它其實是一個當時非常非常具爭議性的案件 然後政府也被罵得非常非常慘 但是在一個這麼這麼爭議的世界面 有一個點對我來說 它還是由政府跟民間共同合作的 就是這份文件 大家可以看到 然後開配的特色是右上角 有一個數字有沒有 22 這個意思是啊 當時我就補遞大家 在飛車上面 以小編的身份說 我現在有在把大家的一個搬過來 但如果你願意的話 你就不要直接貼到飛車 你直接貼過來嘛 因為是寫作文件 所以你就看到左邊左側啊 這種寫中華民國衛生福利部 這種這種就是我來貼的 像這個李先生 LE先生啊 這個C先生 這個P先生啊 然後往下拉 或者又是P先生 不同的P先生 這些都是網友他們自己上來 把他們的意見放上來的 所以我可以說 就是這個對我來說 是某種程度的 政府跟民間的協助 在關於這個正義事件的 爭點的整理上面 我覺得至少是一個 還算有信任關係的 合作關係在上面 然後這可能是我比較爛情的解讀 好 所以以上是關於所謂的 太多人離我之強 勉勉強強的用 呃 兩階段式回音法 透過Hairpad 想辦法來做更多的互動 接下來要介紹的就是 這個案件的最後一堵牆 叫做太晚溝通之牆 直白是說啊 太晚溝通之牆 是我認為整個案件的大魔王 我們大概就是死在這堵牆之前的 那請容我這邊稍微偷懶一點點 直接給大家看 當時在跟部長做報告的時候的一份檔案 欸 我按到了嗎 我要再按一下嗎 好再按一下 好啊 這樣是OK嗎 好 我覺得當然是OK了 好不好意思 好直接給大家看當時 就是 嗯 溝通進行到一半 就是要跟老闆報告一下現在的狀況 那這應該是我們有史以來 第一次在寫的一些 嗯 政策溝通的時候 居然去看悲劇的數據 我真的可以 真的可以分享一下 這還蠻好笑的 這個狀況是這樣 當時我去算說 因為我們是新粉絲團 所以我們可以去算 看到我們的東西之後 實際轉換起來 我們的粉絲的人數是多少 然後當時我算下來 大概是3%左右吧 大概是3%左右 看到了你之後會轉換過來 但這比例超低欸 就是跟我自己當初的 Vivorism網站比起來 有時候一篇文章出來 大概10%到20%都是有可能 所以你會發現 我們的文章是屬於一種 大家有看到 但大家真的很不喜歡的狀態 那另外一個非常負面指標 也非常清楚的是很神秘 居然有13個人 在當天加入之後 又當天退出 這有多不喜歡 就是從這個數據 其實我覺得都可以 大概可以看得出來 這個政策目前在網路上 的評價真的是看得出來 好但最重要的是我想講這一章 這個整個案子大概持續 網上密集的時候 大概是做了一個月左右 對網媒啊 對網友其實有些觀察 我覺得網友大概有三個現象 在討論政策網友上也 大概有三個 第一個是他們希望表達想法 第二個他們希望被回應 第三個最重要是他們希望有實質影響 好第一個我覺得沒什麼好講 喜歡表達想法 就每天都幾百折留言嘛 這可以理解 但他們希望是被回應 例如像上面大家可以看到 這K先生就非常凶的說 請余下中說明 你們這些意見會整之後 會如何呈現 那時候我們還沒開始做HIPPAD 然後幾月幾號 向哪一位長官跟定法委員說明說 這個網頁就只是息事您沒用的 或是下面這位余先生說 坦白講 那個粉絲好像有心做事 但如果你都關上了回 那你不開直接開進行會好了 所以會發現他們不只想留 他們是希望是可以得到回饋的 好但最重要我想要講的是最後這個 他們不只想要回饋 他們重點是他們希望是有實質影響 舉例來說這個陳小姐她就說 她其實很聰明 因為我們當時在問的時候啊 我們的問法就說 請問大家覺得這個英修法草案啊 這麼這麼多條條文 你覺得哪一條是有問題的 然後我們看看可不可以修改 你問法會講 但她就非常聰明的 從更遠的問題來問你說 欸為什麼都在討論怎麼修改條文 有沒有一些選項叫做 我們根本不要這個法案 是一定要上路的嗎 她會提出像這樣子的質疑 好那會像下面寫的時候 誰會有用嗎 還被你們都說了算 然後這位許先生講 各唱各的 然後送立法院點點點點點 好其實這整段呢 其實是我自己在做這次的溝通的時候 一個很深刻的感覺 你會說好政府要做溝通 但是你是不是早就立場都定好了 我會這次案件完之後 我會說你這個Case來說 完全就是 你說會服務在推這個法案 他沒有自己的立場嗎 他一定有 因為大家可以想想看 其實整個政策的制定過程 不是只有立法院 最前面最前面的時候 衛福部他會先做一個研究案 然後一些專家委員 給一些意見 等於一些出國的草稿 好衛福部想辦法自己 內部訂了一個出稿之後 接下來第二關叫行政院 送到行政院之後 就要開始跟財政部搶錢 跟這個議題相關說 為大家打仇一下 最後好終於出了一個行政院的版本 這個時候就已經不是衛福部單方面 可以去改變或影響的 好這是行政院的版本 到行政院版本接下來之後又出審 經過政黨協商等等又進入了惡毒 然後之後好不容易 有可能有些新的法案進入到三度 所以你會發現 每經過一個階段 政策他被確立的是更明確 每一個階段都是在加強強化 政府對這個法案 他要推過去的那個立場的深度的 也可以跟大家說明一下 整個已久法歷經的部長超過三個部長 所以你說現任部長他有那個膽子說 我要推翻以前的衛生署組長 上一任衛福部長的 推一久法的決心 我突然不推嗎 很少人是有辦法這樣做的 所以我必須要說這次的案件 但是很不幸的是一久法 大家大概感受得到他真正根源的爭議 就是他覺得整部法根本沒有辦法 到他立法的初衷 他應該整個法不要 所以我最後就會跟部內講說 我覺得這次所謂死在太晚溝通之牆 是怎麼樣想辦法把溝通時間點 不是在進入到惡毒才開始啟動的 Hip Hat 一堆的回應 那一定處理不完 因為你根本立場已經定了 人家問到你不要政府法的時候 你就無法回應了 怎麼把溝通時間點往前拉 想辦法拉到越前面越好 當部的立場還沒有被確定的時候 那個時候整體的溝通空間 才是比較大的 好但是也必須說 那沒辦法已經做下去了嘛 所以還是會發現說 好有用Hip Hat這種方式啊 是有得到一些Credit啊 但是這個Credit神明也是 他不是給衛服部 他是給小便 像例如這個C先生就說 很感謝百公大大你的用心整理 但是個人對上面的長官們 是這樣子真的會採納還只是摸頭 結果沒有就一點點點點 所以會發現這一樣 那個Credit會給小便 他會認為這個衛服部 還是會回到這個時間點已經太晚溝通 其實已經沒有那個真的可以做政策溝通的空間了 好 所以這次算是死在這個太晚溝通事場之前啦 所以也說明一下 也說成果是什麼 先跟大家說明一下 經過了這一系列的網路上的溝通 還有包含 當時網路的溝通那些Hip Hat其實每天的 跟次長的報告呢 其實會重命出來 把比較重要的都會標示出來 所以實際上是內部來討論的 所以後來我們其實有出了一個 也蠻大的公告是 我們有針對目前原本那個政黨協商後的版本 我們出了一個新的修正的建議 因為已經進立法院 我們不能改 不能直接改 所以我們出了一個對立法院的建議書 修了十一的地方 那這十一項其實很大一部分 其實就是從網路來的 又是從實體公聽會來的 好但如果你真的要講成果的話 我可以跟大家說就是失敗啊 就是如果以所謂的把法推過去 把法推到三讀的話 那可以直接說是上個會期就已經被擱置 那這個會期大家都在選舉 基本上是不太可能在立法院真的把他 二讀推過或是到三讀的階段 所以你成果來講是沒有成功的 那我自己一個人會覺得啦 值得嗎 我覺得超值得 就是因為我自己一個人可能 因為是從民間來的 所以我會覺得當一部法真的有爭議大陸這樣子 硬推的話我會覺得 那個後果應該不是也不會很好啦 所以我還是會覺得值得 而且因為一進去 剛才進去一個月吧 就碰到這麼大的事件 後來有一些點 在後面的一些其他案子的時候就用出來了 好所以直接接著 急收尾進入到第二個案例 依舊法大家先講到這裡 那接下來進入第二個 我進步內比較involved在裡面的是 關於長照雙法的這個案例 好一樣喔 就是畢竟想要當個偵探 所以還是要來個案件起源 狀況是講到這個新聞稿 我真的已經沒力氣來了 但是大概概念是這樣子的 在今年的5月15號的時候 立法院通過了一部法 叫做長照服務法 好 那禮物法是什麼 先撇開不談 但大致上就是希望長照資源啊 可以越講越多啊 一些錢來移住大概想想 那在接下來是在進 一樣在上個會期的時候 長照保險法合稱 一個是服務法 一個是保險法 合稱叫做長照雙法 那這個長照保險法 上個會期也送到立法院 這個會期會被審知到啦 但無論如何 整體的概念就是 關於長照有兩部很重要的法 一個是已經三讀通過 一個正要送 一個已經送到立法院 那部內就會認為 阿南應該有蠻多事情 是要跟民眾來做溝通的 好 所以 again 又再次的啟動了一個專案的成員 那我就這次就不一個獸啊 就大概是這樣 大概是一個營運長帶頭 我帶了三個業務協議 以及發言人 還有我在裡面 大概是這樣的專案 那這次的案子 最特別的事情 跟上演比起來的話 其實他怕單位 趙孤斯社家屬跟聖保斯 都是我們部內 在處理關於長照相關議題的 好 所以實際上呢 我們這次又做了一些 相關的專案的嘗試 那這次就不用搶了 因為已經有了搶的概念 直接來看會比較容易懂 我們這次做的事情 我把它分兩類 第一類啊 上面寫在第一行的 這個是從依舊法沿用過來 雖然依舊法死得很慘 但至少留下一些經驗 是要後面的專案去執行 那至於下面的東西 就是指法徵詢 這是在長照的時候 我們這次新做的一個idea 然後另外說明 好 有了前面的經驗 我們就可以快速來講 第一個它是有 依舊法經驗傳承下來 第一個叫做highpad網友回應 你就會發現 完完全全一模一樣的見面 在長照雙法 是我們一樣做的同樣的事情 但一個差別是這樣子的 先給大家看一下 就每一個連結出來 然後就可以對應到我們的粉絲團 有做一些相應對的回應 但差別有兩個 差別是這樣子的 當初依舊法 那是一個戰爭的狀態 就突然之間就燒起來了 就是4.3萬人 然後所以就是 在1個月左右之間 就close沒有專案 但是長照雙法其實不一樣 雖然現在長照保險跟 就是處於一種 等一下可以再講它 可能不會通過的狀態 但無論如何 原本政府規劃一個東西 叫長照保險 如果它通過的話 大概會像一個新的健保一樣 就每個月大家雇主都要繳飛 那其實是一件還蠻大的事情 所以當初在設這個 所謂的網友回應的時候 我們是把戰線拉長 而不是像之前一樣 那麼密集的回應 我們的做法變成這樣 這次的做法比較制度性的做了 就是每個禮拜五 每個禮拜五的時候 就我現在有替代益可以幫我嗎 就是有替代益 因為你曉得那個小弟弟 然後他就會負責幫我把 所有粉絲團上的留言 全部彙整到Hitpad上面來 那我這次不知道 我只要做copy pass的動作 我只要是負責做分類 因為分類比較需要一些背景知識 好我做完分類之後 每個禮拜一 我就會負責把這些內容 全部寄給三個相關的業務單位 教務司、社家屬、社保司 然後請他們寫出這個禮拜 下一個寫書相對的內容 他們可以選擇 那個禮拜最多人在問的問題 然後每個禮拜五 他們又把他們寫出來的內容交給我 那替代益又重新收集 那個禮拜新的內容 我們就日復一週日復一週這樣做下去 再相比起來原本在打仗 在這一次有開始做到一些製作化的事情 好除了這個差別是這樣 另外我們還做一件事情 其實啊這個所謂 我不是開一個系列叫網友問政府答 這種問答集的事情 是我誠實的說 政府其實早就在做 而且政府超愛做 這種QA問答集 它的概念就跟我們現在做的 他要看其實很相似的 但差別是這樣子的 我發現一件事情是過往啊 我可能跟政策飛出來 我們就會湊出這些 老實說真的找得太好看的那個 A4大小 然後PDF檔的QA集 那很多時候我們寫出來的QA集 會被民眾指一件事情是 你寫的Q根本不是我想要問的問題 所以這次我們做一個新的嘗試 是所有網友問Q 政策答系列這邊 網友問的問題 跟我們回答的答案 通通都把它變成 原本正式就要說的QA的素材 這個差異是什麼 我發現啊 之所以原本會有那個 你問的Q民眾根本不想問的原因 是因為政府在寫QA集的時候 從來不是先去想 民眾想問什麼 他會先看 我手上有這個縮帖 我有A 我有這個A或這個A或這個A 那我回頭去推說 那我可以寫什麼Q 這是過往政府習慣的寫文件的方式 所以這一次 當我把素材從這邊拉過來的時候 基本上就比較不會產生那個gap 比較不會產生 你問的問題其實我並沒有想要問 所以我的確有發現 從這個方式啊 以這次的QA集的模式 延伸到來做他們既有QA 其實可以解決 從民眾想問書法來寫QA的問題 好 再來是第二個也是在 一周的時候做過的是關於Facebook 如果大家還記得的時候 我們很慘烈的 壯師那晚的 在一周法的時候成立了粉絲團 但是這個粉絲團至今啊 我也不會演 就是它其實碰到很 面臨很大的問題 就成立完 應付完一周法之後 接下來的制度化現行 其實是還沒有做起來 所以它目前很亮在那裡的狀態 那當初雨 有幾次想要把它救起來 然後所以我們嘗試了在 因為一周法而產生的 衛服服粉絲團 貼了一些文章 貼了一些福利的文章啊 貼什麼 但結果就會發現 其實沒有 就算是我們貼福利的文章 下面依然是非常非常多的醫師們 又回頭去討論 因為這個關於醫療崩壞啊的問題 其實那個分眾是做不太出來的 沒有辦法撐出那個空間 所以當時在討論 開始要做長照狗狗 因為它畢竟是一件蠻大的事情 在一次的主管會議上面 三個業務單位的主管 非常當機立斷的決定說 好 為了做長照 而且我們不想要跟這個 依舊法 都在討論依舊法的網友們 做切割 所以我們決定 成立一個新的粉絲團 叫做衛生福利部的長照專局 就特別把長照的部分拉出來了 那你問我的話 我會的確會認為 這的確是一個 現在來看我覺得是一個好來的 成效也是比較好的原因 是因為會不其他業務太大了 還有衛生 還有福利 還有食安等等 每一個業務其實裡面都是很狂雜 所以把這個部分抽出來 它達到的效果大概像這樣 例如啊 現在在這個粉絲團上 我們居然可以看到這種東西 就是他在說 你們現在做了這些QA等等 然後他最後居然說 衛福部團對戰 天啊 我有幾百年 沒有在粉絲團上看到 這麼溫馨的人 然後或是像這種 他其實是要講說 啊你們最近好像 開始經過沉沉沉河囉 那希望你們還是盡量 簡化文字更改口氣吧 好 連給的建議都如此的狠緩 所以你的確有發現 就是在一個這麼龐大的業務的 衛福部裡面 適當的來做分眾 來創造一些粉絲團來說 創造一些資品牌 它的確是有些幫助的 OK 好 快速的進入到延續一個一周法 再長照也使用的一個東西叫懶人包 好 我先給大家看一下 在做一周法的時候 其實我們有做了一個東西 是類似像 它不好看啊 那第一次嘗試大家就加減著看 我們平常做一個東西叫懶人包 然後帶來二十幾頁 簡單的用圖文介紹到一周法 就是什麼 但為什麼剛剛我沒有講的 原因是因為 它的成效真的非常爛 大家可以看到 就這一篇網路上面的 Facebook的懶人包 Hedro懶人包 它是在5月18號的時候貼出來 那個時候其實 你給他拍的那個網友回應啊 澄清稿啊 那已經不知道做了多久了 我們是在後面才貼出懶人包 所以那時候我們發現 這一篇的書籍 書籍人數其實也不到一萬人 其實成效不好 但我們的確覺得用這種方式 用簡單的文字跟圖像的方式 讓民眾了解 政策它基本的概念 這個好像是一個還蠻好的方法 所以OK 在長照的時候 我們又做了一個懶人包 但是差別是在這 模式是完全類似的 雖然一樣也還沒有到很好看啊 但是時間點改變了 當初我們原本是一周做了一趟紅圖 最後才做懶人包 發現沒什麼看 但是我們顛倒過來 整個長照空白的這個粉絲團 第一篇貼文 就是這個懶人包 等到這個懶人包出來之後 大約經過兩三周五 我們才開始啟動網友回應啊 開配啊這些東西 然後我發現當這個時間點交換之後 有一個非常顯著的差異是第一個 提問的人變少了 那當然是因為一周髮比較正義 但第二個很重要是提問的品質 其實是比較好的 原因是因為當他們要在Facebook留言的時候 他第一篇看到的東西就是這個懶人包 所以他至少他問長照問題之前 他先把這個懶人包大致上看過了 有一點概念了 然後接下來才來問問題 但一周髮不一樣啊 我一周髮懶人包最後才錯 所以大家就是憑著那個直覺 憑著他們錯誤心中想的那些 心中想的草案 頂多看我們澄清稿 當然我們澄清稿都在綁手啊 我們都沒有在講自己的主張到底是什麼 所以溝通的順序先把材料放出來 讓大家閱讀之後再進行討論 這的確對品質的提升上面是有幫助的 所以在這次案內裡面學到一定很重要的事情 一定要先做一份 一定要先給資料 懶人包的東西先放前面 內容先給 再來才是做討論 這個順序是很有幫助的 好 所以快速的吧 在長方窗法的時候三件事情 就是我們這個新常識 不新常識 延續依舊法的這些常識 大概就一件簡單的介紹 終於要進入最後一個 是關於執法的爭取 也是我們這一次 在長照雙法一個新的常識 好 執法的爭取是這樣 大家如果剛剛還記得 依舊法的溝通 我們死在一堵牆之前 叫做泰桓溝通之牆 那時候政策已經沒有什麼彈性了 而這一次在長照議題裡面 非常幸運的有一塊 完完全全符合我心中 政策溝通要在前期做 才比較有用 有一塊的政策 它剛好就落在政策初期 那就是所謂的長照伏法的子法 好 那個時間順序 我們要來講 剛剛講很快到我們概念了 有沒有聽清楚 今年5月15號時候通過一個法 叫長照伏法 但一個法那麼大 還有很多西項沒有規定到 所以會有所謂的子法規 所以當初整個長照伏法盤點下來 它總有9步執法規要開始定 而這個專案小組 它在長照伏法通過的時候太成立 所以當初我等於是手上有9個熱騰騰出爐 一根字都還沒寫的執法 是可以拿來做溝通的 那對我來說這就是非常非常典型 真的是在政策前期可以來做溝通的東西 好 但是因為畢竟執法溝通這種東西 整整部法拿去要來跟民眾討論 不是大家習慣的 所以這次我是先跟幾個主管 先想辦法要了兩個波塔 從9步法裡面選擇兩步 跟民眾比較相關的拿到網上討論 那這次的討論呢 我們是放到了一個平台叫做 公共政策網路參與台 名字不重要 它是一個活發會 其實也是政府價的平台 然後讓各部會都可以把相關議題拋上來 來問民眾的意見 那整體來說 我們其中一個長照的服務法的執法 是想要問大家關於長照機構 安養機構、養護機構 它的評鑑標準 是不是應該要去做一些修正 還有怎麼樣來創立 所以我們大概寫出來的東西是 我們把它算做一點小小的轉化 就是如果有一天是您自己 我們不直接問評鑑指標 是說如果你自己就住進去的話 那你希望政府在評鑑上面幫你做哪些把關 那後面大概就有一些文字 其實下面還有提供一些附件資料 大概都在下面提供 好那整個像這樣的一個把整部法拿上去網路 然後做一些說明 讓大家了解之後收一件 其實真正會碰到一個很大的問題 是我第一次做我才發現的 其實跟剛剛講的太多 就是跟剛剛講的幾度強勢的像的 是我們就會得到這麼多的東西 就而且又來了 但是這概念不一樣 我們一樣會得到很多 我們說要溝通這些執法啊 相關的人就一直來留言 一直來留言 但這時候狀況不一樣 依舊法的時候 是大家不斷在說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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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 你說你快回答 快回答 但這個時候大家不是一樣的回答 大家是在給建議 但是拿到這些大家很珍貴的建議之後 到底這些建議 他應該怎麼來使用 這個其實我真的碰到最大的困難 所謂的怎麼使用 現在聽起來有點空白 我大致把它分兩類 一個叫內部對內部怎麼使用 跟一個叫做對外部怎麼使用 就是內部我們自己討論政策 怎麼把這些看起來雜亂無章的留言 用在我們自己的討論上 這個你拿給長長看沒有長長想看 但重點是長官要決定政策 所以留言怎麼在內部使用 以及我們收完這些意見之後 我們對外面的人 應該要怎麼樣來做一個交代 那我就先從 如何對外部來做交代 開始說明 好再講說 我們收了這些意見之後啊 到底怎麼對民眾交代 這個之所以要討論這件事情 是我發現有個落差是在這裡 民眾他為什麼會來到一個叫做 公共證書 欧山運台的地方 留一個意見給你 我自己的想法是因為他們會認為 這是政府架的網站 所以政府看得到 所以again大家還記得 就是網友最希望是 他希望是有實質影響的 尤其這個平台是政府架的 所以民眾會預設政府看得到 所以它影響政策它遮住了 那個影響政策的可能性是比較高的 好再誠實的說啊 你說政府也好 我的同事們也好 我們在想的事情是什麼呢 就是我們政府私心想啊 我沒有說我一定會用啊 我測試看看風向啊 姑且聽資嘛 有好的在用 這個是政府在想的事情 好 但這兩個的落差 逐漸累積起來之後 它其實是有個風險的 這個想法逐漸累積之後 可能會產生一種衝突 是民眾開始會舉例很多的民間團體 常在擠一陣 都在開一個公聽會 收了一對意見之後 那你到底有沒有用 你是不是只拿那些你想要的 你才拿來用 那那些你不想聽的 你就通通不用 那政府可能心中想的 真的是這個樣子啊 有時候可能是這樣子的 但重點是 到底怎麼處理這些意見 每個事情是真的都經過嚴格的檢視 這件事情是民眾希望 可以得到政府的一個承諾的 好所以在這樣子的一個差距 有可能產生衝突的情況之下 在這次的執法溝通裡面 抓到一件事情是我發現很重要的 所以到底你會怎麼運用這些民眾的智慧 結晶這些留言 這些智慧的運用方式 應該在一開始就要先說明 好這看起來太微言 直接看例子好了 像當初啊 我們整個議題放上去 是在7月初的時候 那在議題放上去的時候 我們就先寫 好給大家一個明確的時間點 9月7號之前 我們會把所有的建議 全部都把它變成一個 所謂的執法意見的會整表 好會把它整理出來 同時我會把它公開出去 同時這份資料 也將會成為下一個階段的 實體會的會參考資料 這什麼意思 狀況是這樣子的 平常我就寫一寫嘛 然後最後政府員 我才那邊而知道 那我們這次嘗試 希望可以給更多一點的承諾 是我們確定大家寫完這些文件之後 會整理成一份會總表 而這個會總表 它不只是裡面看一看 它同時會成為下一個階段 網路上收集完之後 接下來會有些實體的公聽會 它會成為公聽會 總是會有一本那種參考資料 所有的網友意見 會變成那個參考資料的其中一份 所以大家可以感受到那種感覺嗎 等於是對於網友來說 他的意見有further more 他是有進到一個政策實際討論的場域 但是對我的同事們來說 他就還OK啦 頂多是我的參考資料 一扣一點嘛 然後我沒有承諾你 我一定會用 但是進到公聽會 他該有的程序 他一樣會走 所以對網友來說有進一步 而對我的同事們來說 又是可以接受 這大概就是這種感覺是 怎麼樣運用這些結果 在一開始就可以揭露出來 其實對於營造兩邊的信任 我覺得是還蠻有幫助的 好 所以這就是關於對外 我自己是覺得做到這樣 對外的交代啦 就對那些願意貢獻意見的 民眾們來說 已經是有交代的 但比較困難是到你們內部 你要把這些東西都會掌握的時候 他就說我不想看 這太小 然後他有辦法打開電腦來看 所以怎麼辦呢 我們這次做了一件事情 是這麼這麼多的留言 很感謝就是這個平台 現在政府有一些網站 好像有點先進 其實他還直接匯出 那他匯出之後 他會變成結構性的留言 像現在這個樣子 大家可以看到 包含他留的內容 時間 到底是在哪個地方留的信頻啊等等 那有了結構化的文件之後 就可以做一件我最喜歡做的事情 然後分類 整個評鑑指標啊 他就會分成啊 那個A大類 B大類 C大類 下面有A1 A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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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3 有大類跟小類 所以所有的留言 我可以開始把它先做出類別 這個人是在問 他在我建議的是哪一個類別下面的評鑑指標 好 做完結構化的留言就好 這終於跟開放資料有一點點相關了 就是開放資料有個事 做出來之後 就可以做一件事情 是他比較容易去跟民間社團 民間社群上關的工具來做這些 例如這次我們使用的一個東西叫Say It 直接給大家看一下 這一樣要Demo一下 因為影片播不出來 好 我們這次做了一件事情 稍微等一下 好 因為做了這個把它變成開放資料有格式 就變成機器可讀了之後 我們可以做一件事情是直接自動的把它匯入一些工具 例如這個東西叫Say It Say It是什麼呢 簡單來說 剛剛的每一則留言大家可以看到 先分成不同的大類指標 我們剛剛做的大類分類 再點進去就是分別的小類指標 每一個指標裡面相關的留言可以再展開來 那這一則一則的就是網友的回覆 好 這字重點比較大一點 長得比較願意看 然後變字比較大一點之後呢 如果你覺得好像這個網友 他的留言特別有建設性 那因為他是一個結構化的格式 然後的網站 所以你可以一併點出這個有建設性的網友 他其他的所有留言 大概可以做到這個樣子 好這我有沒有心中想到什麼呢 我有沒有心中想到就是 好我們內部本來在討論就是按照評戒章節來嗎 好討論到這個章節的時候 我就把該章節的所有網友意見 就投在那個電腦上面 然後讓長官就可以一路把他順下來 哪些可以用 哪些也是號價值 在內部討論的時候就可以直接參財 好這是我心中原本所想的 但是不過呢也是跟大家說明一下 最後又發現我對我長家長官的那個科技應用能力 還是稍微高過了一點點 最後又發現他們還是不太習慣這種啊 大家抬頭了就看一下然後這種方式 所以最後有點好笑的是 我們做CV完之後 所以我們還是把東西做成PDF吧 最後還是一出片的紙本啊 就變一個一個類別 我們還是做出紙本的PDF 讓他們在開會的時候可以對照 畢竟他們習慣的還是紙本 雖然有點好笑 但無論如何那個網路上 那個線上的版本就變是公開 給所有網友可以來觀看的 所以包含剛剛大家看到的 我們所有的網友的留言真例 PDF版開放資料的格式版本 通通都有釋出 讓其他有想要應用的網友 是可以來做一些相關的應用 好所以之所以可以做 我自己覺得那個 對我來說很晚吧 對我玩的空間其實真的是大很多 我覺得一個很大的關係 因為他真的還在政策初期 還有太多的東西是可以來try的 好所以有點像是 在依舊法的時候的一個 最後一個沒有跨過的太晚溝通之下 我們在長照雙法有微微的想辦法把它給畫得過去 好所以大概政策溝通的整個區塊啊 大致上先講到這裡 但我們最後針對政策溝通的部分 做一個小小的小結束一樣 我記得啊 在我開始做依舊法的時候 開始做一些網友互動啊等等 然後當時有一位我的朋友 他是醫老公的前輩 就是反對這件事情 反對非常兇的一位前輩 那我當時也有直接跟他約 因為我想知道到底大家反對的核心點是什麼 包含價值觀啊 那些都是他有在跟我說明的 但我記得當他跟我聊天的時候 他就跟我說了一句話 他說 佩琪 我跟你保證 那時候我剛進去一個多月吧 然後開始做依舊法 他就說 你做完依舊法之後 你會被拔掉嗎 我就做很好笑 我還問他說拔掉是什麼意思 然後他就說 那大概就是你會被Five 或是你會被發佩片這樣 就是不會再讓你碰這些東西 然後我就問他說為什麼你會這樣想 然後他就說 因為你想要做的東西 不是現在政府要的 只是你想要做的這種互動啊 你想要做的這種溝通啊 根本不是政府想要的東西 我記得我跟他聊完之後 我心中真的是五味雜全 然後聊完之後好吧 反正來吧 就邊走邊看 那很幸運的是 我發現做完之後好像還在 然後後面又有想到雙髮 然後近期又開始做一些 跟癌症免細胞師聊的東西 有一些心愛的東西 又有一些小小其他新的 網路溝通的機會 所以感覺上至少應該是沒有 真的被發佩片漿吧 所以我自己會覺得很可惜的一點是 可能是因為我現在進到政府部門裡面 我會說啊 很多時候想像中的政府的惡意 老實說都沒有那麼惡意 其實就只是因為他們沒有想像 他們沒有辦法想像說 喔原來網路溝通可以這樣做啊 原來政策公司前期來做 跟後期來做會差異這麼這麼大 那些科技工具可以用 不然不知道 所以很多時候想像中的惡意 其實只是源自於這個所謂的 沒有想像的惡意 所以我回過頭來 如果大家還記得 在一開始講政策公司之前 有講到唐豐的時候有介紹的 在一般民眾要進到討論的場面的時候 他會碰到三堵牆 這三堵牆其實都很難跨越 有興趣的可以再推薦一支唐豐的Youtube給大家看 好 所以民眾會碰到自己乳牆 但政府進來 政府也會撞牆嗎 民眾會撞牆 政府也會 民眾會面對這些問題 同時政府也會因為之前沒有這些相關經驗 他要進場的時候 他也會有些撞牆期 但我們平常很少 假如說有一個人 因為他是碰到無視之牆跟白目之牆 PTE上面總是有嘛 然後就留言說 就留一些很白目的留言 我們很少會去質疑說 你是不是故意這麼白目的 然後讓這裡的討論品質變化 我們不太會質疑這種事情 但是面對著一樣會碰到困難 碰到這幾堵牆的政府 我們好像比較喜歡報告自己啦 我還沒進政府之前 我也非常奇怪會說 政府故意的 政府是很想 政府是想要買台 就常常會有這種直覺性的反應 所以我是今天講到這裡好像有點感傷 但我其實是想要跟大家說 或許在看待政府的時候 我相信的確是政府單位 有些報官們是真的有 就是真的比較黑箱的時候 但是有很大一部分的時候 真的是因為他們的能力還不夠 所以做得還不夠好 但並不是表示他們是惡意的 所以下一次這邊做個小小的顧慮 這下一次你會放這麼一撞牆 因為覺得天哪 這麼一情報真的怎麼都出來的時候 就請大家先深呼吸一口氣 就先不要那麼急 然後請大家幫一個忙 怎麼樣來幫助政府 只是一個小小的動作 先幫忙做個診斷證明 好這什麼意思呢 舉例來說 這邊舉兩個例子 常常我們看到一些網路上 在流傳一些政府莫名其妙的事情 就會開始開罵 但很多時候這個開罵 如果大家可以稍微等一下下 你可能會發現 喔這並不是表示政府一定是惡意的 而只是因為他又撞到某 那五堵牆的其中的某一堵 例如像這個 這位李先生 其實這也是遺久法律的時候的一些事情 然後他前面第一句話就先寫說 未來請在政策擬定初期 就開始做民眾 所以後面一樣他是造罵他的 但他前面他又指出說 欸我可能第一可以理解啦 你可能不完全是惡意啦 你太晚做溝通而已 所以他有去幫忙做一個確診的動作 叫做確診委派文工程 他把自己的信證說出來 用例如像剛才前面舉一個例子 希望大家簡化文字啊等等 他有幫政府 他留言給政府 有幫忙確診的說 是說不清楚之常 幫忙確診有什麼幫助 我們也誠實的說 政府內部長一輩子 他們在看網路啊什麼都會覺得 啊什麼都是一群不理性的人啊 或是等等等 但是一定開始有一些 想要做一些新的事情的人 是在裡面的 而大家留言的內容 雖然他可能是留在PTT上啊 可能留在政府的背書上面 但大家留言的這些內容 其實可以變成 內部政府想要創新的人 很有力的素材 例如 我看到這兩則的時候 我就見了一些信息 就趕快把他聽下來 然後跟人家次長說 欸你看人家叫我們早點做溝通耶 就不只是我在講 民間也在講 或是人家會跟我們說 欸這是 這個時候因為我人進去了 有時候說話沒那麼有力 但我如果跟大家跟上面講話說 這個是民眾說的 這是網友本想要看 他希望我們不要那麼文言文 不要誠誠誠和 希望可以更親民 想要再做溝通 這些東西 對於在政府裡面 想做創新的人來說 會是很有用很有用的 所以一個小小的網 我們未來看到政府撞牆的時候 幫忙做一件事情 幫忙來做確診的動作 我覺得會是 會很感謝大家的 好所以以上大致上 看一下現在時間 現在是 好居然只剩下半小時了 好快速的 前面的80%已經講完了 所以以上大致上講了 第一個部分關於政策溝通 跟如果你想要幫助政策 工作好一點 雖然那個方法還很爛 幫助卻整理起來 這是個太小的東西 但這個小小的工具 可以請大家幫忙的 所以終於要回到這個開放資料社 這個政策的政策 就是關於開放資料 而別人為什麼 就像政策把也常常看不下去 為什麼政策開放資料 大部分的時候 它的品質也很爛 也很不能用呢 那接下來這整段 是我之前 還沒有在其他地方做 分享這裡講起來 感覺有點泥爛啦 就請大家多多包涵 那這整個部分 會講比較快一點 好先說明一下 一樣的在開放資料 我會講的一個案例 是進到部內的時候 有引爆 但另外可能不要那麼深 就是跟大家做個小小的分享 第一個案例是關於登革熱 好就講比較快一點囉 案件的起源證 大家應該都知道 在今年大約是七八月八月底開始 台南登革熱變得非常大盛 那一切的起源都是因為接風性 在我們部內在負責跟訪疫相關的 就是疾管署 簡稱為CDC 好的email 上面看到CDC.GOV 那有一位CDC的同仁呢 他就寫信來啦 他就說 因為台南的登革熱疫情非常的嚴峻 他們雖然也開始有做一些open data 把疫情的資料釋放出來 讓更多人當資料出來 就可以有更多人關注到 喔疫情情很嚴重 應該要來處理 好所以雖然他們也有釋出這些資料 但是因為人力無法附和 那時候台南登革熱是真的很嚴峻 所以CDC就作為一個中央的部會 他希望可以把整件資料的事情接手過來 變成中央來處 好但是一個問題來了 這邊啊他們就屬他們家署長 CDC的署長就說 我們希望我們有資料可以釋出 但我們根本不會中間應用 可不可以幫我們把這些資料釋出 給這些資料的社群 或例如像連發科興面開放資料社群 讓大家知道有這個資料 來做一些應用 讓更多的民眾 警示到現在疫情已經很嚴重了 好所以接到這個命運之後 其實我大部分在政府裡面工作 都是這樣 就開始做一個橋樑工作 我就咚咚咚咚 趕快跑到了Open Data 台灣的社群 這是目前 如果在做一些開放資料社團的同仁 可能會知道 是目前在Facebook上面 一個還蠻大的討論開放資料的社群 好就是我ID 然後所以我馬上就下來問說 欸聽說就我們家CDC要開資料啦 那先幫疾管署問看大家 請問大家 對於這個資料釋出的時候 它的格式上面 有沒有一些什麼樣的期望 好 然後接下來 我就把這些期望收集起來之後 趕快回回給CDC 所以CDC後來就真的把資料釋放出來 開始接管 幫台南市接管 是把整個全國資料釋放出來 那一樣釋放出來之後 我又通通通跑到Open Data的社群跟大家講 好 但是問題來了 大家可以看到嗎 那個小小的字 只是一個小小的資料出來 就有32層留言 所以 again 我覺得每次面臨的狀況都是一樣 把這邊小一點點 這一個資料出來之後呢 你就會發現啊 這個政府格式怎麼不能用啊 然後 舉例來說 像這幾位他們就問的是 如果是開放資料社群的朋友 團體 社團的朋友們會知道 例如開放資料出來的格式 現在很多都是B5 他就問說可不可以轉成UTF8 然後或是問說 你這個資料啊 可不可以變成是用網址方式 可以指定資料的日期範圍 或第三位就問說 你開了這個資料 那相關的台南的病媒文布式指數 那你們可不可以開一下啊 那後面幾位又再問說 你們可以比照價台北市 可以作業相關用等等等等 好 所以一個需求出來之後 原本想說啊 就是幫個小忙 結果發現有更多更多 所以 again 我只有一腳 那一腳就像做 好吧那就來開個CAPEN嘛 所以後來又做了一模一樣的事情 那這次是把所有CDC 儘管想要開燈就知道 好大家只有一堆需求嘛 那我就是把每一個大家的需求 大家現在可以看到的 每一個紅字 都是大家的需求 只要完成 就會把它打勾起來 那我當時就是把所有民間社群的需求 分成是 OK我收到了 但是我做到 我做真的有困難 我就把原因寫出來 告訴你我真的收不到 好 那像這個第二類的 就是我們收到了 而且我們做完了 然後最後第三類就是我們收到了 正在進行中的有哪些 那在大約是從八月底開始一路 後來check了一下 最後一次的修正是到十月四號 這個期間 我們最後總共完成了十一項 社群的需求 然後同時呢 原本只說要開一項資料 但是你說要開一項 大家就會開始跟你要其他相關的項目 所以我們最後總共是總共開了額外四項 總共開了五項的資料集 那所以你說社群會包含什麼 感覺上以前都很順利吧 就是政府如此的配合 就中間不斷傳話來傳話去 然後所以社群的需求都會看到 那我的確可以看到 當政府給出的資料是乾淨的時候 是的確符合開放資料格式的時候 社群他們可以做出來應用 老實說是讓我家長官感到非常的開心的 好給大家看一下 好 一樣 我就一百零一招啊 就還要做外風的 那你們就可以看到 在這次做登九月的時候 我們相關最後開放的五個資料集 然後因為有了這些資料集 所以民間開始做了很多的運用 舉例來說 好讓它跑一下 等一下跑一下 好吧 好吧 可能有一點點的慢 有一點點的慢 看一下跑出來嗎 好 大家先想像一下 等一下中間會出現一個地圖 然後如果它沒有出現的話 好它沒有出現 讓它繼續跑一下 那大致上可以讓大家看到 在這個也沒有出現的乾淨 好 在這個地方可以看到的是 就是不同的時間點相關的病例也好 那左邊你拉下來 因為得到這些資料 所以他們做出了登革熱的地圖 台南的地圖 全台灣的地圖 然後病美文的地圖調查 然後登革熱調查 其實大概約是有將近十幾個相關的應用 那有一些 對不起 因為剛才能夠點出來 不知道為什麼 都比較沒有那麼清楚 看一下有沒有辦法顯示 好 到時候可以再提供這個 然後再開FOA的連結給大家 總之呢 就是因為有了政府開出來的資料 所以開始有各式各樣不同的 相關的開放資料應用都出來了 那有興趣的話 大家可以再進來玩一玩 那奠基在 因為大家做出了很多視覺化的地圖 所以接下來又發生一件事情 是很多人依著這些地圖 好吧 今天是別人的電腦 很多的疫情的分析的討論 就奠基在 因為目前這些做出來的地圖 開始做了一些新的討論 例如開始有人用 疾管手機的資料 開始分析 到底發病率的病例數 跟氣溫 跟降水量跟風向的關係 到底密切度有到底 相關性有多少等等 來預測 到底後面的疫情 會怎麼樣來 會怎麼樣發展 那同時在這還會播的 我也必須要講一下 畢竟也不需要做白工 所以最後會發現啊 我一開始 我真的希望大家看 其實藏在這裡 就後面的 登隔月的防疫資訊跟資料 其實我是把真正重要的 希望可以傳遞給大家的 到底怎麼樣做快篩 登隔月是什麼 然後如何去確診 如果是發現 有什麼相關的症狀 我去把它放在一起 所以在這樣的 一個開放的裡面 其實達成就是 開放資料的原始公佈 以及所有相關的運用 還有最後重要 最重要的就是政策宣導 相關的衛教宣導 一定把它放在裡面 好 所以這個是算是還算做的 還蠻開心的一個專案 就是後續的確是有一些成果的 但是我必須要說 CDC啊完完全全 就是政府單位的例外 他們是開放資料的模範生 真實的狀況 真實的衛福部 大部分政府單位開放資料 可以從後面這個案例來看 這叫做補給乳式的資料 補給乳式的資料 補給乳式的資料是什麼呢 大概一樣跟大家說一下案件的起源 案件起源是跟這位小baby的官 這位小baby呢 如果大家一樣是開放資料社團 社團的朋友應該知道 有個社群叫G01 那這個是G01的村長 就是精神象徵 然後他剛好在近期生了一個可愛的小baby 那也因為生了這個小baby 他跟他的太太就發現 其實政府有些APP啊 叫做母乳一舉通 這是我們的國民健康署做的 那一個APP他的資料 原本就是政府自己做了一支APP 然後那個原始資料用他沒有人可以要 所以就只有他們可以做出這APP 所以身為開放資料G01的村長 他當然就問了一個問題說 欸佩奇你可不可以去教他們 把這個資料應該要公開出來 應該要讓大家都可以來使用的 好所以一個從原本的封閉 希望可以把資料釋出 所以我又再次開始協信 那這次寫信一樣就在問健康署啊 欸可以把這個母乳一指通 你來做個open data嗎 那會發現有10月5號寫信 10月5號馬上 有個組長就回信了 就說OK 好本組可提供 那接下來依著他們已經是最快的效率 從10月5號到10月16號就說 好好好我們把這些資料 已經放到開放資料平台上了 好那 again我又跑到社訊上跟大家講說 欸因為資料出來都給大家來看 但是 again我又再次收到我很多很多的其他意見 這個流程上面其實都是重複的 但這一次其實就碰壁了 當我把社群的意見這一次feedback回去 給健康署的時候 我收到的信是像這個樣子 他跟我說啊沒有啊 就鬼打牆啦 我已經放到平台上了 那你這個編碼什麼問題啊 那要寫程式來解決啊等等 好10月21號寫了信 中間打了幾次電話 但從此之後我就再也沒有接到信了 雖然打過幾次電話 但他根本就沒有消息 所以為什麼CDC疾管署 他感覺上一樣政府大概做得不錯啊 那為什麼我用同樣的模式 我想要copy的時候 在健康署學習不同 就是整體來說就是為什麼整體開放資料 政府的開放資料平行不來 我自己後來大概是歸納成一個 比較偏組織層面的原因 大家聽起來可能會覺得很笨啦 隨時想要離開都沒有關係 大致希望可以讓大家理解到政府裡面的運作 到底出了什麼問題 最重要的問題 我覺得是跟開放資料這個業務本身 跟組織的觀點性有關的 整個開放資料業務起了國發會 所謂的國發會 你可以想像是各個部會 衛福部交通部內政務所有人的老闆 因為他是幫行政院院長跟副院長 幫他的幕僚的 所以我們必須聽命給他 所以國發會下一個指令 我要定期調查啊 你要開些什麼樣資料出來 讓民眾來使用啊 好這樣子的一個調查 因為他是跟資訊啊 資管、心跳相關嘛 只要跟資字的 只要是資字 在分文的時候 就會分到我們部內 或是我們那個健康署 健康署是我們下面之外 無論如何呢 就是分到我們這個部的層次的時候 就會分到我們的資訊處 資訊單位或資訊中心 例如像我們努力系統 就是他們健康署的資訊中心 好所以國發會就要求 健康署這邊資訊中心東西要出來 好那接下來資訊中心 大家可以想像 它是一個資訊人員 你說什麼 某某某一指貌 根本就是他在管的 所以接下來他就會跑到 咚咚咚 跑到下一步 就跑去跟業務單位 例如像某某某一指貌 他是一個副幼族在負責的 然後跟他要資料出來 那資料拿來 那資料拿來之後 資訊要理論上 他們就會開始清資料 把它變成開放資料格式 然後再把它放到DATA點之後 就是國發會的開放資料平台上 好在這樣子的一個架構之下 那你馬上會發現一件事情的是 政府一定是一個很大的單位 所以當他要處理開放資料的時候 你會發現他其實是一個跨單位的 以我們自己目的來說 中間就會包含資訊單位跟業務單位 他們比資料合作 好,但這個合作顯然是有一些問題的 資訊單位跟業務單位之間 你會發現掌握資料跟負責開放資料 也是不一樣的 中間業務單位他有資料 他懂這些資料 但一個問題點是掌握資料人 他根本不懂開放資料 業務單位付幼主 他說什麼是開放資料 可能我進來我都還沒有到非常懂的 你問他他是不了解的 所以掌握資料人 我不懂什麼叫開放資料 但是負責開放 負責跟國發會接口的資訊單位 他比較懂開放資料 但是他不懂業務內容 所以雖然理論上他們要負責把資料 可是親的比較乾淨啊 變比較開放的主事 但實際上他不敢動 通常的狀況就是他拿到資料 他怕一動 結果動到跟業務單位想到的東西是不一樣的 所以最後發現就會發生一些品質 就僵在那個底 直接是業務單位提供什麼 其實也不是開放格式就出去了 好這中間還會有個落差 不懂開放資料的資訊 掌握資料人常會有一個OLED 這個OLED有一個好笑 但他常會說 你們那個open data的格式啊 他長得很醜耶 好為什麼我有這個原因 我等一下會說 那至於負責開放人就說 啊那我自己沒有辦法改格式嘛 那我請業務單位 我新掌握資料人改啊 但我叫不動他們 好我回頭解釋一下 怎麼那格式太醜了 如果是開放資料社團的朋友們 應該都聽過 那就講給沒有聽過的人聽 舉例來說 這是其中一份 目前在國發會開放資料平台上面的資料 你會發現它完全全不符合開放資料的定義 雖然它放在開放資料平台上 例如如果我們說開放資料都是啊 這個錶頭根本不應該放上來嘛 應該要仔細可讀 那有例如很多的格儲存格居然是空的 然後原因是因為它其實原本是用X-Mail合併儲存格 然後當它把它轉檔變成CSD的時候 就會發現很多這種控格的問題 還有很經典就是很常說的小記 但是開放資料誰需要小記啊 只要機器可以自己算的 其實都不需要出來 以及最後在下面的一些註解啊 等這些都不是屬於資料可讀的範圍之內 所以真正開放資料就只有右邊這邊 非常乾淨的一張錶 但是跟原本漂漂亮亮給主管看的 有標題的有小記的這個檔案一比 業務單位就說這個明明比較好看 你為什麼硬要拚我要做這個 所以最後就會發生一件事情 是在政府單位裡面要在開放資料的時候 真正的業務單位的人 他最後就被逼著 被政府單位等等被逼著 他要做兩套報表 他要做左邊的給主管看 有小記的內容啊有標題啊等等 那他再做另外一份或開放資料的表格 會變成有兩個功 好所以所謂的分工的問題 他延伸出來是因為 他們對於開放資料的認知不足 所以產生兩套報表 真正要根源的解決這個問題的點啊 其實是什麼 這是我目前看到 唯一有在解決這個很根源的問題 就是台北市政府 台北市政府他們現在對開放資料的時候 兩套報表沒有人會想要做 所以他們現在他們完全就是有點像 在翻轉整個開放資料的概念 是業務單位 你平常在做資料的時候 你就應該是用開放資料的格式啊 你要做做real data啊 那當你要給老闆看的時候 應該是從這個累積的real data 用什麼樞紐分析表啊 或其他的方式 再拉出一個業務用的表單 所以真正的解法應該是平常在製表 你就要做乾淨的開放資料 那現在所有的全部都翻過來 全部都是先做給長官應該有這些資料 再回頭減榜變成開放資料 這個就不問了 那這件事情啊 就會發現 當你希望可以整個翻轉這件事情的時候 我目前知道台北市政府在做 以致我現在接下來一步 想要再為什麼不推的就是 他們發現一件事情 當你要退這種開放資料之前 你要先退什麼叫Excel 就會發現大部分的公務員 他是不知道什麼叫做虛擁分析表的 所以必須要從這種源頭 怎麼樣產生報表開始做改變 才真的有可能幫他們在開放資料的業務上面做減量 所以大家可能平常罵得很兇啊 覺得啊這種開放資料啊 是不是呼籲不開啊等等 其實回到根源的問題 就是他們對資料的產生流程上面 就是有一些認知上面的不足 好最後一個問題講比較快一點哦 就是大家會發現呢 國發會接口嘛 那國發會針對衛福部 有時候他們國發會平台上網友說 你為什麼不開這個資料 他就Pass一個衛福部 說你為什麼不開 那衛福部隨便回程的內容 他們其實沒有在做什麼樣的掌控的 所以國發會對於這些部會的掌控度 也是一個問題 所以就有指示出來的 叫開放資料委員會 開放資料委員是什麼呢 就是國發會想說好 我叫不動你們 那我就來成立一個委員會吧 然後每一個部會 現在交通部會 服務內政部、財政部 所有的每個部會 都會成立一個開放資料委員會 有部分的民間委員進來 開始一向一向解釋說 你這個為什麼開 我們這個不開 一向一向來做解釋 好美麗是這樣子的 透過這個委員會跟部會 合力推動Open Data 好所以很快的開放資料作業 這完全只是因為想要符合 開放資料社團的那個很初衷 所以還是加 硬加一點開放資料進來 大家還想要做一個小節的序語 就是 OK 當你 前面是看 當你看到政策在撞牆嘛 那當你看到政策 開放資料也在撞牆 做得很圈圈插插的時候 OK 請大家 還是深呼吸一口氣 希望大家可以幫忙做一個 開放資料的教學 什麼叫開放資料教學呢 要舉兩個例子給大家 快速的給大家看一下 有一位替代役小朋友 不是很厲害的替代役 他現在在新北市服役 那他看一看就覺得 為什麼 好像還沒有開出來 有一位 他是目前也是在GMP活躍的替代役 那他為了要說服他的長官們說 開放資料其實很好 那你們其實可以拿 要做更多的開放資料 要做Open 1999 所以他就寫出了這樣一個東西來 好 一樣又是一個iPad 那他做的東西叫做 給新北市嚴考會的1999提案 因為他其實可能比較有政府思維 他知道你要教政府開一個資料出來之前 然後他就寫了後面一大堆的東西 跟政府說 但他時間比較多啦 去說明到底什麼是開放資料 然後為什麼我覺得應該要開1999 所以我覺得那個概念是一個 就是當我們在指責 為什麼政府不開的時候 有可能你可以多想 或是其實政府沒有那麼聰明 政府比較笨 就需要你教他多一點東西 他才知道為什麼要來做開放 又例如我最近在GMP也開了一個新的專案 叫做公務員開放資料內心外 就是我們開始把 為什麼資料格式不能長這樣 到底怎麼做開放資料 也做了一個文件整理 就有興趣 會後可以來這邊 好 所以所謂的希望請大家幫一個小忙 是我來看到政府資料很爛的時候 除了罵之外 就是歡迎大家盡量罵 就罵之外 也希望大家可以順便教導一下 你想要要求的這個資料的主管單位 跟他說明一下為什麼你要這份資料 所以對他們是有幫助的 好 已經是小節了嘛 最為一個最後最後的小節 想要講這件事情 剛剛在講政策公共的小節 我用一段我的前輩跟我說 我會不會拔掉的對話來做小節 那 again 我這邊又要用別人給我的對話做小節了 就是我在跟CDC 大家也記得CDC是開放資料做得很不錯的 當時我就跟他說 欸 我現在都在幫CDC 把這些政府資訊PO到Facebook上面 給Open Data的社群 那我也 我覺得接下來可以自己來做做看 因為我很快離開嘛 明天就會走了 那是不是你們也試著來社團裡面PO個文 結果他回答我是這樣子的 他說 在這些社團裡面啊 我只在潛水 而且 因為我怕大家看到公務員滿麻 我看到的時候我一方面也覺得很好笑 我想說開放社群欸你有問題嗎 是最開放的地方 是充滿溫馨溫暖的地方 但我一方面也覺得還蠻難過的 就是發現說 喔 原來公務員是這樣子在看待民間的 會覺得他只要洩漏了他的公務員身份 大家可能就會開始投注你吧 我是覺得有點難過啦 看到這一句話 所以最後作為真正的總結 我想要說 或許啊 有時候我們把這個要想take a pop 就例如像一九華的前輩 他可能把我的政府單位的長官們 想要take a pop 認為公務員是他們要的 那又例如我現在我的同事 他也把民間的朋友們 把資料做 玩資料的朋友們想要take a pop 彼此好像反而不敢接近 那我覺得這會是很可惜的一件事情 所以未來碰到公務員 也希望大家可以給公務員 多一點的同理心 更多一點的空間 其實我們真的沒有那麼可怕 好 感謝今天大家 謝謝 今天非常謝謝佩比來欣賞演講 我覺得是非常特別 非常有價值的演講 因為其實大家平常 其實聽起來是跟政府溝通嘛 但其實你看就是說 你有兩邊一職的 一邊是可能是網路 一邊可能是政府機關 那可能大家平常在家裡 會需要和家人溝通 在公司會需要跟長官同時溝通 那可能會說很多東西不能夠改變 會怎麼樣 那可是其實你看有些溝通方式 就是你看連網路和政府單位都可以溝通 還有什麼都可以溝通 對不對 那所以大家之前講過 其實Programmer最大的兩個難題 第一個是命名 第二個就是 清楚快 catch in meditation 就是說呢 我們對於政府的想像 也許是比較早期 那也許現在有一些新的改變 可以參與 或是說我們可以去鼓勵他們的改變 那請問大家有什麼問題 就是很反而到我們講 歡迎打電話 我覺得最喜歡聽一些意見溝通的想法 所以 支持著覺得講的壞壞的地方啊 或你不認同的地方都歡迎講 有人舉手 我覺得太感人了 謝謝你 讓我沒有人在上面 請問那把資料放在Handpad上面 那不會擔心說就是 是有人在上面亂看這樣子嗎 好 這個問題我其實那時候想不到 然後 其實Handpad我先講一下 第一個是他可以看到編輯的紀錄 所以如果真的有人亂買什麼 我其實是可以去看原始的資料 或什麼 他可能突然他把某些東西刪掉啊 或什麼 這個就會去處理 那至於這是一種 那另外一種 你可能想像中是 書店員在亂買 就例如有可能打一個三字琴啊 或什麼之類的 那這種情況我必須要說 很幸運地在目前的值 還沒有碰到 然後我自己的感覺上是 就是如果在一個地方 他已經開始有討論的氛圍了 然後可能99個人都是有在討論 雖然也是在罵得很兇 然後但他是有在討論的 如果有一個人他進來 其實是來亂講話的 他大概看一看這個氛圍 跟他的屬性不同他就會走了 就我舉個例子好了 就是剛剛給大家看的一個報告裡面 好這一段我沒有講到 這狀況是這樣子的 這邊的每一則啊 這次可能太小了 我大概念一下 這邊每一個都是只留一則的 就例如說 雖然這個沒有跟HIP-HIP不太像 但我講一下這個概念 我覺得是雷同的 例如這個人他就直接有 有一句話說 存在學問虛打 想害死台灣醫療嗎 或這個BJ4 遭到惡目 根本瞎扯 你們就是要搞死醫護就對了 懶人 繳稅養懶人 爛透了 這篇文章是替代義貼的嗎 我真的不是替代義貼 然後當大家分蛋之類 然後這樣這種對我來說 他就是他其實沒有在討論 他不是在給建議 他其實比較是情緒上的發洩 但我覺得這樣很好啊 然後但是 所有這種留言完之後 我都還是照我的步驟走 然後就跟他講說 感謝你 願意給我學的地方留言啊 我的小編啊 那你來看看我們的HIP-HIP 上面有多少人在這邊給意見啊 如果有意見的話 你可以給 你就會發現啊 這種留言 在你回彎一次認真的之後 通通不會來留第二次 就是他們看到這個地方 是這個樣子之後 看一下PAT 他們其實也不會到真的HIP-HIP 上面只留下情緒性的東西 當其他人都是真的 有一件建設性的東西的時候 所以一開始會比較痛苦啊 所以一開始這種的確還蠻多的 但慢慢空氣形成之後 就比較可以改善 希望有被打倒 還有這很願意解救我 不要冷在上面 好 感謝 謝謝 我想請問一下 就你剛剛有提到說 兩階段是回應法 然後你也提到說 就是在這麼多個案例裡面 就會有人去彙整網友的意見 然後去分類的這個過程 但這個過程是全部都是由你自己人工完成 還是說有什麼 如果是的話 有一些 好 我很希望有機器可以幫我做這件事情 但目前為止的話 的確都會是 我們幾個案例裡面 都是我在做 然後我必須要說 我很希望把這件事情圍出去 然後我一開始有嘗試 希望我的替代可以幫我這件事情 因為替代會不斷不斷有寫寫進來 然後量還沒有大到一定會 人力是無法處理 我覺得離那個距離還有一段 但是重點是那個分類的 那個後面的那個 思維模式 我目前覺得替代是比較難直接接受的 所以我必須要說 這塊是我還沒有想到 我離開之後該怎麼辦 我可以怎麼交接 然後我自己目前是傾向 這塊業務應該是要交接 給真正的業務單位的同僚 而不是來來去去的替代 可能是需要做這件事情的 好 快速的回覆 還有沒有任何人想要提問的 糟糕糟糕 然後忍掉忍掉就是很快 那有沒有這樣沒有想要提問 欸 我其實還有東西可以講耶 我要硬講到九點嗎 我們其實今天都有錄影 這樣會不會Hit比較好 那我就講完這個 我就可以完美Ending 可以這樣嗎 有需要的話等一下可以再 我就好像看到盛劇 覺得剩三分鐘 那我後面還是說一下 我其實一直覺得正正功這塊啊 今天講的都很淺 今天直接講這些撞牆 但其實真正的問題也不是今天表面很強 而是為什麼政府裡面會有這麼這麼多的牆 到底這些牆哪來的 那我自己其實有稍微統整一下 我自己也希望既然是潛入嘛 就是要總是有一些洞見 所以我自己大概把它統整成七項 快速的唸過 然後就每一項都有非常非常大的討論的東西 居然有人在排 這個政府裡面經歷蠻好的 就是第一個是 我覺得大部分時候 大家政府內部在思考網路的時候 還是把它認為是一個工具 而不會去想到說 誒這東西其實可以跟溝通串接或什麼 然後上面會不斷的交板 因為上面會一直有些新增的big data 大家覺得大數據今天很分析 然後就會叫下面就會來做個大數據吧 然後其實沒有人知道大數據什麼 也沒有人在思考 這東西真的跟政策的連結性在哪裡 所以我覺得整體來講 在看這些客製或網路的東西的時候 它的確會有科技層面的應用 但是它具體層面 政策層面的功能沒有被抓出來 再來第二個我覺得是萬能不變的 就是我們只會有新業務的增加 不會有就業務的減量 我認為就業務的減量 它應該是要練成的其實 但目前並沒有 那我也不會先說一下 一到七啊 我都認為不是單一的個人 單一的單位或一個行政院長 或副院長他們就能解決的 但是好像因為這些問題累積了很久 剩很多的例行工業 所以就沒有人確訊於它了 所以這就是一個不斷不斷的循環 那第三個東西是叫資訊能力外包 政府超愛標案 政府什麼都可以標出去 尤其是跟資訊相關的 政府連開資訊的標案 要寫規格書都要文外 因為沒有人懂 那個規格書該怎麼寫 那這件事情就會產生一個現象 像當時發生8700報的時候 很多的資訊大家要找啊什麼的 然後我們自己政府單位 上面就有招待說 那為什麼不趕快做一個網站出來 然後給外面看 那就發現我們 我們的資訊就沒有人會coding 沒有 完全沒有 我們資訊就沒有人會這樣coding了 然後所以這種資訊能力的長期外包 導致我們在用資訊去應對外界的改變的速度 變得非常慢 再來第四個就是想在不知道什麼 那邊的社訊開啟互動 這就是很典型的啊 像CDC他們已經做得很好 他們開放資料做得這麼好 那他們還是希望可以透過一個 跟社訊比較友善的人 透過我這邊再做一個橋樑 他們不太是敢沉水嘛 那第五個就是 這我不睡知大主事都有 就會發現橫向的溝通超弱 只要去跨部門溝通 簡直就是更大的一堵牆 然後還有包含中央跟地方 其他一個議題是同時中央地方 例如像那個這類事情 有處理 但是他的溝通就沒有那麼暢通 或是創新的案例被傳播是緩慢的 我舉個例子 在講開放資料 目前我自己心中覺得做得最好 是台北市政府的資訊局 那台北市政府的資訊員 他們之前還有說什麼 把柯P的預算變得畫畫綠綠的 部跟部 單位之間的辦理 然後後來在這個案例 經典案例出來 我們一天好像就三四十萬個瀏覽量 把新聞報的亂七八糟的 然後一片好評 然後後來在那一週的週末 我們還有機會去行政院做一個報告 然後碰到副院長的張探證 張探證是副寫在 負責開放資料的政策的頭頭 然後我就跟副院長說 欸那個案例超強的 然後結果副院長居然不知道 我就覺得我怎麼會這樣子 一個這麼重要的一個案例 但是在負責這件事情 他其實從地方要資訊傳到中央 是有一段距離在這個方面 怎麼打破還蠻重要 那再來就是第六個 就是教育區認證創建案例 就從千里除了要被傳播之外 傳播的更擴大規模的方式 應該就還是要靠外面訓練 那教育區認證聽起來 我每次都覺得教育區沒有什麼用 但是有些東西還是可以在這張傳 我舉例來講 台灣的公務員在升等的時候 檢驗生檢認啊 檢驗生檢認啊這種 他們會一個月的時間通通不用上班 那一整個月就通通關在一個地方 就是文官學院 然後在文官學院上一個月的課 上了課之後他就可以考試就升等這樣 那但是這個這麼這麼這麼重要的體系 文官學院目前為止 在講開放資料的 在講這些新創政府創新的案例 通通沒有人在裡面 因為其實我們大概記得 從民間進入政府的朋友 大概就是有在做這些事情 我們自己大概是一個圈子 我們沒有任何人 有人進去過那個地方 開始享受自己的東西 這是還蠻可惜的 那最後就是一些大家都可以理解的啊 技術環境地偶下啊 交換的審計 快速用文制度啊這些等等 所以這大概是我覺得 如果真的要很深入的去討論說 為什麼會有這些牆 跟政府的文化 這幾個才是我覺得 目前我看到的根源 但好像還沒有解決的方法 好 耶 我這樣講到剛剛好 我講到9點02了 那就掌聲結束 今天也講 因為我講準只要掌聲了 好 我們今天非常感謝請到 Peggy管理過於公司 為你帶來精采一點獎 謝謝 我們掌聲謝謝她 謝謝 有什麼問題可以再試一下 我們真的 公園站沒有很好 所以就大家有同學可以去看看嗎 還是有同學會需要 可以到我們高鐵站 可以送她一程 這樣 我要去趕高鐵站 我說真的 那我們今天就也謝謝大家 在台南中來參加 然後9點不是說 有科幣或什麼嗎 其實不太知道 而且這邊可以直播一下 我可以幫你們打開 我可以走就電腦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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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可以看好就是這樣 我直接不曉得是誰 我直接不曉得是誰 謝謝